大家好,我是大姐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款 广东地区流行的家常菜 懒菜肉末四季豆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些肥瘦的肉末 加入少许姜末 一勺料酒 半勺生抽 和一小勺生粉 腌制大约10分钟 然后将四季豆洗干净去掉头尾 切成一小粒一小粒的 用中大火在锅中倒入一点油 如果你喜欢爆香的话 可以在放肉末之前 煸炒少许的蒜蓉来提香 倒入腌好的肉末翻炒几分钟 然后再倒入四季豆不断的翻炒 2-3分钟 这时候你就可以加入懒菜 大约4勺左右 我用的是这一款香港的橄榄菜 在华人超市的调味品柜台都能找得到 懒菜其实是芥菜 橄榄 盐 酱油 加工而成的 所以它本身就具有一点咸味 和肉末四季豆一起煸炒之后 非常的美味和下饭 然后转中火 盖上锅盖 焖2-3分钟 等四季豆和懒菜被煸炒的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这时候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口味 放入少许的盐或者生抽 我就什么也没放 你就可以起锅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我是萨姐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记得订阅 因为 3 5 7 5